可能很多在听我直播的朋友也看过我的书 也看过我做的诺言嘛 我就觉得其实我有个很大的感受 因为我开始做诺言的时候 其实跟职场没什么关系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我的这个背景 因为我那时候做学校需要筑钱 然后就搞了个社区 但是那时候讲的更多是就是 就是更广义的内心成长 就不一定说你要在职场怎么样 但是后来我再回看 我发现跟职场很多问题是非常相通的 比方上你刚才讲的说 我们这个如果在职场上觉得有些事情有冲突 那有冲突呢 我们不敢去面对冲突 不敢去面对冲突呢 因为冲突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不敢面对的并不是冲突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不敢面对的是冲突里的我 对吧 就是我要某种角色去在这个冲突里有一个角色 我要去表达我的情绪 然后表达之后呢 我还要去让别人也表达他的情绪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看到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就第一步我就做不到 因为我们可能在咱们的这个文化里面 就表达情绪这件事情就像您讲的 我们其实没学过 不仅没学过 我们可能接受到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方法都是错的 对吧 然后人都是反向的 对 就是所以其实因此就是这个 在这方面的学习 其实我们是从 得从零开始或者从负 对 从负的开始的 对 然后你开始之后你才会发现 你当你去能够去跟自己去相处的时候 能够面对自己 自己的内心面对冲突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去面对职场里的冲突 对 所以像您讲的特别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时候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你要听的所谓内心成长 什么鸡汤好像跟没关系 其实都是都是相通的 对 如果你看通 第二个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讲那个 讲这个soft skill 我原来也有这种感受 我那时候我在卖典系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那时候也要做很多所谓的业务之外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要每年review别人 就像当老板 你要去 而且那个在卖典系的时候 那个工作量非常大 就是我如果比方说我要review三个人 那这个人他会告诉我 这今年他这半年里面 他跟了十几个人工作过 我要去interview这十几个人 不仅要interview我完了以后 你首先给他们约时间 对吧 然后要打电话 然后见面 然后完了以后interview 我还要写memo 写了memo之后 这才是一个人 然后完了以后 我还要去present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因为这次卖典系不大一样 因为他主要就是人 我们也没有技术 所以全都是关于人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段时间就非常有情绪 我说我看真的什么 对吧 我说我review了他 他找公司就收到 对吧 就很实用主义的对吧 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但是后来我就意识到 我说实际上 就是这个 我为什么当时很iopening 很有意思 可能跟你差不多 就我那时候去 第一次参加这种review meeting的时候 等于我去present我的case 就我review的谁谁谁 然后我就发现 就是我的大领导 他们的角度很不一样 就他们会根据你的case 说我反而看到的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那时候才发现 我在I learn something 不是我不是说在这 只是我做了一个好像没用的东西 我是在这 我看到别人就真的大领导 他看人看项目 比方说他会同样一件事情 他会put in a different context 他会说 这件事情你看起来 它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但是根本你刚才讲的这些 而且他完全没有信息 他全是靠我的信息 跟你刚才讲的东西 我认为这个case 可以是这么来看 所以我那时候才意识到 我其实在这些 看起来所谓的soft skill 没用的东西里面 你其实学到了 你在业务里面 其实是很需要这些技能 对吧 就你也需要这些技能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参加那个会 我打通了 后来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说 我以后要全面的看我的工作 就是就算我们最实用的奖 比方我拿十万美金 我本来觉得 这十万美金就是干这个的 这些都是不付钱的 我说我要想清楚 可能十万美金里面 有五万是干这个 有五万是干这个 就是你这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就发现你的工作的 其实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自己 首先你自己学到一些事情 另外呢 其实你有这个机会 就像刚才你讲 做这些事情 实际上是你成为 公司里面更有机的一部分 对吧 而不是说你就是一个螺丝钉 对 当你能去参加这些 所谓的这些 看上去没用的会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螺丝钉 变成这个机器的一部分 对 而且你可以去成为 去理解机器是怎么运转的 而且有可能会 慢慢的就会起到作用 去改变它运转的 这种方向